寫之清算 挪回自村城和擊敗賀通涵的戰前準備 以大功告成 我應該去舅舅的臨時營地和他談談 確認他是否準備好進攻了 哦?真的嗎? 你怎麼知道啊? 已經有探子回來報消息了,是不是? 他該不會把龍山留在那個自村城吧? 我還以為他要 賀通涵要跑到上線,然後要那個龍山獨自守治村城 這一段該不會可以親手葬送龍山了 血之清算 龍山 要下去了 雲南もくるやもしれな 全部無理だからね 何を置いてきゃいい? いろんなもんだよ 行くのか? 行くのか? 志村様のおかげさ 明日の夜明けには船を出せる 哦 今一度力を借りたい 龍山が高谷山砦に潜んでおる 然後我發現這個頭盔好醜哦 不妙,我沒有任何迷惱 我只能說到這場成功 並不適合我 我只是肯定不斷 我要衝進去 我只能吃東西 等一下,換一下好了 我沒有阿 我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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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得好阿,傑奈 千萬不要答應阿 你一答應 絕對會領便當的啊 然後我猜等一下 校一定會違反他姐姐的意思 然後他說他要參加 レオユ サラバダ 我猜他終於要在關鍵的時刻 反抗他姐姐一次命令 沒有耶 哇操 校還真的跑回來耶 博士恩 該不會笑 會領便當吧 然後捷那就恨死那個人了 對不對 完蛋了 他直接進去還是怎樣 好久沒對峙了喔 來吧 沙霸你們這群蒙古笨蛋 要去哪裡 一個都別牆給我跑 看圖 又是你 又要再打一次龍山 怎樣 是你先走歪的 靠腰啊 堂堂一個武士大人怎麼會被偷襲啊 小毛啊 挖操 他跑外送頭啊 他怎麼被綁住啦 小毛啊 他漢王不是去上線了嗎 超爛的欸 這個堂堂的武士就這樣直接被人家從背後抓住了 小毛 小毛一定會領便當 慘 小毛 然後這些角色都很好笑欸 龍山有機會 漢王也有機會 然後都不殺那個近景的 小毛 都有機會可以殺敵方大將然後都不下手 一直要嘗試說服 那在遊戲裡面才會這樣啊 那些言之 從志村 從志村 開始 終於戦會 終於 無論 我不會被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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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劉曹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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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憐的龍山 像劉曹一樣 我覺得笑一定會想要殺漢王 然後結果被反擊就死了 有 第一集電影都這樣演 他直接把他的頭拔起來欸 他就死了 他就死了 你再選擇 你再擔心 死了 深屍力竭 憤怒的怒吼 他下一個是誰被綁住 他下一個是誰被綁住 哇!包子也被取走了 叫死了 唉!可憐啊 太好笑了吧 他把東西全部放在旁邊 然後那個人字也不管 就直接放在那個 那個木樁上 然後認為他逃都不會逃 裝備放在那邊 然後隨時就表明著 唉!他會馬上撿起來殺我們 擊敗所有斗粒幫浪人 他有聲音,哪裡? 這裡 逃禮內院 他捷奈怎麼自己有辦法這樣衝進來 哈哈哈哈 完了,地空要生氣了 嘘 嘘 龍山跟漢王離開了 糟了,地空一定恨死人了 他一定會覺得都是人害的 不過沒關係啦,我還記得他的遺言 他的遺言就是告訴捷奈 就是這樣子 告訴什麼沒講 啊,戰鬼不就有你編的嗎 就是故事告訴我們啦 不是主角自己就要有覺悟啊 不要想著要跟主角幹一樣的事情啊 要不然你今天就是躺在地上的那一個 他要把他失守帶回去是不是 是 他怎麼知道斗粒幫全部的人就在這邊啊 他是有一個帳本是不是 在雨水的沖洗下 冷的那一套盔甲 顯得特別的鮮紅 這麼快就買好了 住まる住まる いい暮らしをさせてやるって 誓ったのに 悪いのはあたし あんたじゃない 違う ハーイヤ 龍像 島を奪った猛虎のせいだ 生かしてはおけな たかのかたきを打つぞ 島を出る理由はもうない 行くあても やることも だから残る 戦およ 行く あたり 先で戻ってくれて 席ばしやすい 後で会おう 哇 那個盔甲亮到會反光誒 你弟最後奮起一回啊 知道嗎 雖然沒殺到 沒對那個賀通涵造成一點傷害 哇 這馬還會安慰我誒 他頂我一下 垂死於盡 對馬的命運 雖然擊潰了斗力幫 卻也付出慘痛代價 龍山討了 更糟的是孝培上的性命 我絕不會讓他白白死去 至村大人正在臨時營地裡召集人手備戰 初級之前我必須去看看劫奈 哇操 竟然不知道我是誰誒 將軍大人真的派兵來了誒 哇操 我還以為圓金沒希望誒 噢 本土來的啦 難怪不知道我近景人 戰鬼的名號啊 賣九仔煎惡 哇 還有工程車誒 哇操 封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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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新兵打坐 先沉澱心靈 哇操 封鎖 哇操 封鎖 哇操 封鎖 那個時期的休閒娛樂 就是相約一起打坐 誒 要不要來打坐 要不要來念個經 這樣子 先生 本土的武士 一個月 沒時間了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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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隨的戰鬼而來 與戰鬼一同戰 一同而戰 對不對 他以後就可以吹噓 跟自己的親朋好友 跟自己的孩子對不對 跟自己的長輩吹噓 欸 我以前跟戰鬼一起在戰場上 廝殺蒙古人 你知道嗎 想當年我啊 對不對 是不是很多老人都這樣子 旁邊怎麼還有圍棋啊 你們有看到嗎 趕快去摸一下啊 說不定你就會看到 一個紫色頭髮的 對不對 還拿著扇子的 他會教導你成為 職業騎手 有沒有 嘿嘿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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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能死 我也是要死亡 你明白 你明白 小哥哥 你需要的地方 在上的地方 你需要死亡 你需要死亡 我必須的傷心 敬禮 你即將開始一段叫場的故事是不是 看樣子接下來會很長一段喔 沒差啦 反正我下面 岩園地區跟 風域地區能拓的都拓完了 能踩的都踩完了 敬禮 被綁在柱子,不柱子上逼耶 得到允許了喔 他不忘在問正事之餘還順便問一下私事 這樣子進警家不就沒了嗎 是不是,因為他正是納入志村的名下吧 恐ろしい 我猜賀通海一定會跑的啦,沒那麼簡單的啦 哇那個工程車看起來怎麼那麼像路邊攤販啊 哇 封死 皆殺死了 自決 把包包包 不是 他不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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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啊 爸爸爸爸 沒看到我在揮刀了嗎 爸爸爸爸 爸爸 一層一層推進去耶 真滴那麼好推嗎 温度 再給你 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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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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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9 8 5 啊 啊那裡有一隻啊 他沒有工程車了嗎 又有將軍 欸?欸? 他門怎麼開了 他舅舅認為他沒有遵從武士之道啊 啊 又是這台車 熟悉的車 都是你在講 有沒有 難怪賀 難怪賀通寒會說麻煩的是只有近景啊 哇 哇才不會把橋爆掉吧 哇 盾行大肥宅將軍 欸 哇 蛤 其實我覺得這當下應該要讓他衝進來啦 要讓他衝進來這裡面啦 這樣子至少確保橋不會壞掉啊 哇 哇 他想要殺人 暗殺摸進去 阿舅就不爽啦 暗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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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 我全都捨棄了 果然你什麼都做了? 舅舅打我 舅舅你的手不痛嗎?你打在我盔甲上 畢竟那個個性不一樣 他們有說過嘛 舅舅之前NPC有提過嘛 舅舅的個性就是屬於比較 那個之前那個百合子你們還記得嗎 他們有跟人說過 舅舅是屬於比較尊崇武士道 比較鋼鎮不額 榮譽心很重的 可是近景他家 像他爸爸近景一陣就不是這樣子 他們他只是為了百姓 然後什麼武士道 並不是說一定就是要死守這樣子 我以為你無所謂的償 最後まで この若者達的世話 をしてやろうと思っておる 五十夜は朝方 追討をなさるおつもりです 何か策をお考えなのだろうか 若者が傷つくのは見るに大変 あるはずです なすべきをなす いつでも力を貸す 正直 安達家的武士 你看就沒有像那個 那個什麼 他舅舅家一樣 每個人的武士道 並不是說一定要什麼 正面對決什麼的 他們的武士道就是 堅信著自己該守護的東西 頂雄罵 然後還有那個 四川師父 無事でした 私は九州に一生を得ましたが 多くの犠牲が出ましたね 城を奪い返した後に 帝長に弄ってやろう しょうきはあるのでしょうか しょうきは必ずある 先生 壊れた橋の修繕を待ち 朝方出陣します ハーンの肝を冷やそうというわけか たじろいばオークが死ぬことになるでな 他の手もあるはずです どうせシムラドノのお怒りを買うものであろう 他の命を救う 對 沒錯 思案を重ねて動け ご異論が そうは言っておらん 笑 我沒有講喔 我也沒有支持 你覺得怎麼樣可以做 你就去做 教師